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长辈走出家中活络筋骨 活得快乐又长寿 全台湾我们长照的据点已经达到了140个 密度上我们是全国最高的 所以我们长照的据点不断的巷弄来成立 最主要就是让这些长者能够在地救养在地老化 希望这些长者都能够走出家庭来到长照站 大家来过很团意的生活 正老乍乙的市团人有在台港的地方 刚刚刚我们公社参团业有办事 政府有办事来做 刚刚在这些团队我来做 这是重头今天大家觉得正老乍乙的市团 它今天来公头这个国言 很久沒發到 我剛才用的是 給他們開工 給他們交流 方苑鄉65歲人口 比例約21% 已步入超高齡社會 長照服務推行時刻不容緩 方苑鄉新寶社區 發展協會積極建設 西極巷弄長照站 提供關懷房市服務 關懷獨居老人生活狀況 並安排適合長輩的健康促進 共產服務 與預防延環老化方案介入 由專業運動指導員 提供每週2小時 圍起12週之激勵訓練 讓長輩活絡筋骨 動腦思考 並延環老化 讓身體更健康 公益頻道陳柏良 方苑採訪報導